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如何在水中游动。 到目前为止,您已经学会了水中漂浮,然后重新恢复站姿。 学会在水中游动可以让您进入水池的更深处, 因为在深水区,您没有办法用手握着泳池边进行走动。 为了确保安全,我们建议您练习的时候有会游泳的人进行陪同。 在水中游动的练习分为两个步骤。 首先在水面游动,然后在水底游动。 步骤一,在水面游动。 首先进入泳池的潜水区,然后把头埋入水中,开始滑动双臂双腿。 您可以戴上合适的泳镜,然后在水中睁开双眼。 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水中前进。 步骤二,在水底游动。 为了能游入泳池的底部,您可以运用压式入水法。 就是说,双臂先入水,然后是头部,最后是躯干。 身体要尽可能地保持垂直。 入水后,滑动双手和双脚。 尝试尽可能地贴近游泳池的底部。 最后总结一下,在水中移动的练习分为两个步骤。 首先在水面游动,然后在水底游动。 游动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